大家好 五种生活当中常用的绳结 第一种 绳头对结 单边双人结 我们在使用绳的时候 绳子突然发生了破骨断裂 在不具备换绳 不会嫁结的时候 可以学死方法 当它受力时 牢牢锁紧 硬舌不开扣 第二种 八字捆绑结 我们在捆绑一些物体的时候 就用此方法 捆绑方法简单快捷 而且安全牢靠 将两绳圈扣到一起之后 给它套入 我们要捆绑的一些物体当中 然后进行收紧 看似简单 当它受力时 牢牢锁紧 不缓截 不开扣 用这种方法捆绑 锁紧防滑 安全牢靠 第三种 号称 绳结之王的万能结 打法极其简单 用途非常广泛 拖车雕物成人 锁装锁点等等 都非常的安全牢靠 第四种 秋千架板结 秋千结是 我们在户外 当秋千的时候 在板的两端 打这么绳结 架板结是 农民 在板的两端 打这么绳结 将粮食 货物拖起 防止从到 属客 非常的安全牢靠 穿过之后 我们收紧 第五种 普罗秋客 防滑结 用这个方法 进行固定 锁紧防滑 非常的 安全牢靠 套入物体当中 我们进行收紧整理 看似简单 当它收力时 怎么在 不会打滑 非收力时 自由调节 锁紧防滑 安全牢靠 好